今天是美國國會大廈蘇聯一周年 總統拜登和國會議員參加紀念儀式 梁超明報導 總統拜登在今天的紀念演說上 直斥前總統特朗普不知認輸 在前年總統大選後散播謠言 造就去年1月6日支持者衝擊國會的悲劇 形容那個是用匕首指著民主現後 而國會就下半期治哀 國會議員亦默外悼念 出席儀式人士包括兩黨重量級人物 包括前共和黨籍副總統徹利 但相當一部分共和黨領袖和政客 避免出席儀式 前總統特朗普發表書面聲明 表達自己立場指責拜登進一步分裂國家 政治角力長不過是煙幕 去年1月6日不少特朗普支持者 參加他在華盛頓集會後 衝入國會大事破壞 7人在事件中死亡 聯邦調查局事後起訴725日 國會亦正就特朗普事件中的角色進行調查 馬 馬 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